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商务 政务 社交活动和日常生活中 她体现一个女人的文化内涵 审美修养和魅力韵味 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首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 瞬间征服了全世界 众所周知 她的服饰 首包都是国产品牌 而首次亮相的成功跟她良好的仪态 风度气质是分不开的 优雅的仪态是一种恒久的美丽 更是人际交往的通行证 让我们一起走进香港皇家优雅女子学堂 更好的掌握优雅仪态课程 用心修炼 用爱传承 我觉得优雅仪态不单只包括了神态和体态 她还体现着一个女人的生命的状态 都说女人像花 那么我们这个生命之花能绽放多久 完全由我们自己决定的 一切仪态来自爱 让灵魂主宰你的形体 优雅的仪态不是表面的姿态 而是我们最真实的素养 大家好 那么在前面几集的时候呢 我们跟大家分享了 我想提升气质呢 首先要注意脖子要拉起来 找到这种天鹅般的感觉 然后呢双肩一定要打开 注意自然的下沉 还有呢要注意我们的立腰和体育层的感觉 那么今天呢再跟各位分享 就是提升气质第四个关键点是哪里呢 就是我们的腿要用劲 然后膝关节要用劲 那么讲到腿呢 我们都知道人老老的是腿 是吗 人老腿先衰 好 那我们看到很多的老人家 到一个年龄的时候呢 就腿脚开始不灵活了 然后就会出现一种老太隆踪的感觉 但是呢我们看到很多年轻女孩 在家里的时候 或者是走路的时候呢 腿没劲 膝关节没劲 这样呢是非常影响气质的 好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请林徐来做一个示范 好我们看一下在侧面啊 那么呃 腿我们说相当于一种呢 一个房子的地基的位置 这个地基呢如果是稳的话 才能很好的去支撑上面的建筑是吗 好当我们这个腿 膝关节没劲的时候 整个人是往下垮的 所以让整个人看上去很没气质 特别是我们看到很多女孩 女性在穿上高跟鞋的时候 那本来高跟鞋是为了体现 我们女性的气质和风采的 但是呢当她腿不用劲 膝关节不用劲的时候呢 整个人是很没用气质的 我们来看一下林徐的示范 好大家看一下 很多女性呢 这个走的时候 膝盖是分直的 这样呢会非常非常影响我们的气质 行体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上面的一些不良姿态呢 会影响到下身 好之前我们说过 当我们腰尾筋的时候 臀部会下垂 然后腿呢会慢慢形成这种 理形的身材 好那么同样的 如果当我们的腿没劲的时候呢 无法去自身上面的时候 上面也会容易垮下去 所以呢 呃 行体是上升会影响到下身 下身反过来也会影响到上身 好所以呢 在站立的时候 腿要用劲 膝关节也要 适当的用一点劲 但是一定要注意 腿和膝关节呢 是适当的收 但是不能锁得太死 如果锁得太死的话 就会过于僵硬了 所以要注意 把握一个度 叫挺而不僵 好那么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如何找到腿用劲 包括膝盖微微上齐的一种感觉呢 我们一起来观看一下 好 既然腿和膝关节的力度如此的重要 到平时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非常简单的练习 去帮助我们提升腿部的力度 好 让我们平时站立的时候 显得更加的挺拔 包括在走路的时候呢 也会给人一种轻盈的感觉 好 那么这个动作呢 就是我们踮脚尖 然后脚跟它尽量的往上提起来 然后通过这样的练习呢 锻炼我们小腿的这个力度 同时呢 让我们更加的轻盈和挺拔 那做完这个练习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稍微的做一下 腿部的一个肌肉的放松 好 也是防止我们的这个腿呢 这个形成这个肌肉块 而让我们腿形更修长 好 那在我们教了大家四个关键点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知道一下 如何练出我们修长挺拔的站姿 那么在上一集的时候呢 我们教了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一个站一位的练习 大家还记得吗 好 那我们一起呢 来看一下 好 首先呢 还是把我们两个脚的双脚向外打开 形成一字 或者是小八字都可以的 好 然后呢 我们一起来找找四个部位的感觉 好 来 首先第一个呢 想象头里有个绳子 转着我们向上拉起来 拉起来的时候 前面呢 这个地方会有个小坑坑 去找到一种 天鹅般的那种美景的那种感觉 好 然后呢 双肩尽量的打开 然后自然的下层的放松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我们的肚子呢 微微的收进去 好 腰呢 我们现在有一种立起来的感觉 好 臀部呢 也是提起来的 然后呢 做一个我们的腿用劲 膝关节用劲 好 找到一种挺拔向上的感觉 好 这个再一位的练习 什么时候做会比较好呢 我建议大家是在晚饭后 因为当我们吃完饭的时候呢 你怎么舒服 怎么做的时候 这时候最容易怎么样 然后小腹这一块最低多余的脂肪 所以晚饭后呢 你可以坚持做几分钟呢 各位 只要每天呢 你能坚持五分钟 就已经不错了 然后如果你呢 坚持二十一天 好 那么二十一天是对一个人行为 这个习惯养成的一个周期 如果你能坚持下来 那我恭喜你 那一定呢 对你的这个气质的塑造 是有个很好的帮助的 如果呢 你很难坚持 因为有时候人往往是有惰性的 那我欢迎呢 你也走入我们香港皇家 优雅林子学堂 好 通过这个我们的环境 通过我们课室 通过我们整个氛围 去帮助你形成这样的习惯 因为气质呢 对于我们女性来说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而这一个 呃 提升气质的四个关键 包括再一位的练习呢 可以说是这个 一个非常基础的练习 为我们今后 学习很多的仪态呢 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好 那如果当你能练出 收场挺拔站姿的时候呢 整个人呢 一定会显得比较高挑 比较高挑 我们有很多的学员 学完之后 呃 一段时间朋友不见他 就会说 哎 怎么感觉你高了 那么大家想不想 自己看上去更高挑呢 那有三个非常关键的地方 大家要不要一起来了解一下 好我们再请你去做一个示范 嗯 好的 那么第一个关键点在哪里呢 就是在我们的头顶的位置 那我说过了 这个 当我们整个头顶向上的时候 会怎么样 让我们整个身体 都是找到一种向上的感觉 叫做牵一发而动全身 所以呢 一定要找到头顶感觉有个绳子 最后你的这种感觉 好 那么第二个关键点在哪里呢 各位想想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凌雪的一个示范 好 那我们扣一下肩看一下 你们会发现 一扣肩肩肩肩就怎么样了 是不是感觉往下了 对吗 好 那我们把肩肩打开 有没有发现肩一打开肩肩就怎么样 自然的挺起来了 是不是 所以第二个让你显高的地方 在哪里呢 就是在我们的肩肩的位置 好 那我顺便说一下胸部的最高点 在哪个位置比较合适呢 我们转过来看一下 啊 在我们的 呃 走关节和肩的二分之一处 啊 走关节和肩的二分之一处 是我们的胸部的最高点 那大家呢 对着镜子来看一下 好 如果呢 你的胸部低于它 我建议大家呢 可以把我们的这个 呃 那一个袋子肩带稍微去往上提起来一下 那么这样呢 整体的整个人呢 就感觉是往上的啊 整个人往上达 显得很高挑 好 那第三个让人显高的关键点在哪里呢 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 好 来我们把腰大家看看 现在这时候呢 林雪的这个腰是塌了的 骨盘是向后倾的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臀部的最高点是不是往下了 好 来我们把腰立起来 看一看 好 当腰立起来 我们发现臀部自然能上提了 好 再看一下不良的姿态 臀部是不是往下了 所以经常这样子 臀部一定会下垂 而且腿会变出 好 来一腰 一腰 臀部是不是就起来了 所以呢 通过这三个点 就会发现怎么样呢 当你脖子拉起来 胸挺起来 臀部上提的时候 整体就会让人显高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找到这种感觉哦 好 那各位我们给大家分享了 提升气质的四个关键 那这四个关键呢 是很多仪态的基础来的 好 当我们找到这四个贵的感觉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站姿会非常的挺拔 包括我们走路的时候 我们非常的有气质 包括我们做的时候也会很高贵 所以呢 这是很多仪态的基础 好 那么把这个基础找准了 然后呢 在下一个部分呢 我就会跟大家分享 如何让我们走出风度和气质 好 欢迎各位朋友们到时候一起 跟我们来学习 至于 下一个部分 我们很高兴 叫大家 一下 人生 给你 来 至于 到时 就去